當年還在華盛的時候 就得罪了公司 在這裡寫了炮轟華盛 因為不懂得去處理一些事情 其實年輕的時候 那個耐性又不好 公司可能是在等著 其實會再跟你做 但是又太心急 很多事情不應該犯錯 在年輕的時候真的會犯錯 後悔就不能後悔 既然都過去了 沒有以前的我 就不會成就現在的新的凱俊傑 我又沒有犯什麼離天大錯 又不是很嚴重的過失 我覺得每個人的成長 都會有一些錯失 我覺得每一人 就算現在都會犯錯 現在都會有錯誤的時刻 可能有些什麼 我覺得只需要你那個錯誤 不是離天大錯 就是一些小錯誤 或者有些什麼 只需要每一天 都去反思自己 去看看今天做了些什麼 有些什麼不好 有些什麼可以更加好 我想每個人都是 做到八十歲 九十歲 其實都繼續在改進自己 在離開了香港的時候 去了北京 那時候是剛剛隻身 走了去北京的時候 剛剛開始那段時間 是幾冷清 幾孤零零一個人在上面 很多事情都不習慣 地方 尤其是冬天的北京 頭那一年差不多都沒有工作 差不多 頭那一年 都是靠 下來 反而是下來 廣東省 做Show 這些 那 但是人家又可能覺得 你平時在香港上去 就可能會 皮肺會便宜些 當然 演出會多些 但是現在 你要去北京 人家要多出個機票 可能那個機會又少了 所以頭那一年 其實都是很吃力的 是啊 那開始認識人 認識到我太太 最開心就是認識到我太太 那開始 見一下這個導演 因為上面的Production House 都比較多 那開始就好些了 開始拍電視劇 頭一個已經過億了 過億 不是收入 是點擊而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